我移民去加拿大的溫哥華 當時我們叫做企業移民 因為我們家裏有做服裝生意 過到那邊我們真的會開店 買回我們自己出品的服裝 另外可以建造一間房屋 有前後花園 有自己泊車的地方 有個地爐 有正層 有二樓 起碼三、四間房 四、五間廁所 生活當然舒適很多 還有後來我們住得久了 我們又試一下 用自己的想法 請建築師去建建我們的屋 更加會合自己的心意 因為很多時候外國人建的屋 有很多地方是很浪費的 是很不見用的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主意去建的 也是很適合用的 再建第二間 所以我們保持著 都會有一間 如果你多過一間的話 政府就會抽你的稅 都不錯的 從外國來說 那些一年一年的價錢 都在上升 總之 總之 無論如何都會 忍得窄 哈哈 哈哈哈哈 那美國那裏就會大很多 那你自己可以 建成一個小區 這樣 那裏面可以建六棟 這樣 政府有規定 你自己一定要建一條路進去 那些水啊 化分池啊 那些很多的城市規劃呢 那我們都要跟住了 這次要建一條路進去 那一條路進去 在美國 在美國 Hotland 現在在建一個 部署 在一個小區 那樣 那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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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面